在雜誌社 然後對米學的好朋友 然後在雜誌社 非常喜歡吃零食 喜歡跟同事一起 喜歡跟同事一起八卦 然後對米學的感情 是感到非常的好奇 然後喜歡就是 瞎擔心然後雞雞雜雜的 妞妞扮演的就是公司裡面的 開心果的角色 接下來志明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在戲劇當中的角色 最難忘的一場戲是什麼 最難忘的應該就是 我們請所有的演員再往前 站一步 再往我這邊靠近一點 最難忘的應該是 那個林恩 自殺那場 原本他在一個是一個 在邊邊很高的地方是蠻危險的 所以原本是玉芬要站上去 那個地方 結果他因為他有巨頭症 所以這場應該是他最難忘 不是你最難忘的 我們拖了我們大家好多時間 所以林恩算是英雄救美嗎 現在已經變成這樣的狀態 是不是 接下來我們再請林恩跟我們介紹一下 戲裡面的角色就是演一個 非常有魅力的大明星 我在裡面選的是 女明星 但是因為了某一場案件 然後被捲進去 然後導致一連串後面會發生很多的事情 算是一個 關鍵人物嗎 是 所以裡面剛剛他講到的是自殺的戲 有沒有最印象深刻的戲劇 就是剛剛那一場 其實那一場應該對我們四個來講都很印象深刻 你們都在現場 因為真的很高 大概多高 應該是十幾樓的高度 然後我要坐在那個屋簷上 對 但是下面還有一個平台 但是看出去都是十幾樓的高度 很恐怖 我其實是坐著我還好 我是做事要跳下去 但是有一些防護措施 但是他們兩個是要在上面跑 奔跑 奔跑過去自己殺死 要沖白你的速度 對 所以拍這場戲之前 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心理準備 或者是精神喊話嗎 其實就是 不要往下看 哈哈哈哈 沒想到有個膽小鬼都不敢上來 哈哈哈哈 他剛才很開心才是 對 無法動 那時候 要把他動對不對 玉米也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的角色 跟你最印象深刻的一場戲好了 呃 我在 呃 《來自未白時》裡面 飾演一個 自以為聰明 然後很活潑 有點古靈驚怪 然後對工作非常熱情的 女狗仔 記者 所以你對狗仔這個行業 有沒有比較了解 是蠻辛苦的喔 她很有經驗 就 怎麼跟拍啊 那個 不是啦 就是會 嗯 比較會同理心一點 對 有時候 有所為有所不為 身為記者都是 一定要去接人家 難看或不好的一些傷疤 對 我覺得 當然在戲裡面學到蠻多的 嗯 在車子裡面守候那種感覺 你有沒有 比較能夠體驗這種記者的生活 有 從早跟到晚 太有耐心了 然後 都不會罷休 就一定要追到獨家的裕芬 在裡面 就是扮演這麼熱心 熱情對工作執著的角色 又維呢 嗯 大家好我是又維 然後我在裡面飾演的就是史密特 是從2045年回到2015年 因為 一件 凶殺案 把我捲進去是 嗯 這個錄影就是錄到是我殺的人 但是明明就不是我 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因為我是2045年的一個科技新貴 所以我很會發明 我就發明了一個懷錶 這個懷錶可以 一條就可以讓我回到我要的那個 年份 那既然發生這個事情 我就想要回到那個年份去 去破解這個案子 自己當科男了是不是 對 你喜歡這樣的角色嗎 很聰明 自己可以發明東西 所以你在裡面是很享受這個角色 對 我們在拍攝戲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邏輯性的東西 還有不同的時空 然後要怎麼樣來演會比較合理 所以我們就 常常在腦力激盪這樣子 是蠻有趣的 這一次 第二次跟玉芬恩在合作 有什麼樣的心情 或者是兩個人在合作 默契是不是更好了呢 不看一下 好像都不太好 對 我們是第二次合作 第一次是在內地的一個電視劇 對 當然就是角色跟身分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詮釋方式也都跟第一部不太一樣 所以默契的話應該 還OK 還OK啦 就是每次都會有新的默契 看起來不太好耶 對 因為我們在內地型拍戲的時候蠻苦的 所以我們有點那種 革命的 革命的情感這樣 然後第二次當然更有默契 就不用再熟悉 算是蠻 OK 很容易就柔軟 片場的情境當中對不對 不過接下來我要問的是兩位女主角了 因為在劇裡面 兩位都是超人氣的女主角 有很多人喜歡她們喔 不過如果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們會喜歡哪一型的男生呢 請選擇我先來念一下喔 裡面有鍾成翰 他飾演的是富二代的角色 他雖然很花心 但是呢他也有深情的一面喔 然後第二個是沈志明 他是很單純 單萌的 又呆萌的一個角色喔 他飾演的是記者 我們都會選 第三個就是佑威你的角色啦 這麼聰明 會自己發明東西 可是他看到李玉珍之後 就決定要金盆洗手了 這樣會不會打動你呢 我覺得有 會吧 已經太晚 因為他已經出現了 這麼優秀的臉子這樣子 這麼優秀的臉子這樣子 宥威受到青睞啦 好 那林恩呢 這三個角色裡面 你會怎麼樣選擇 如果在現實生活當中 真的遇到了 我可能會比較喜歡小明耶 真的嗎 為什麼 就是呆呆的比較好欺負 好操控 對 非常好操控 我叫他幹嘛 他就可以幹嘛 是工具人的角色嗎 好 謝謝兩位女主角 那林宥威剛剛已經受到兩位女主角的青睞 尤其是裕芬 那你在戲劇裡面 這一次扮演這麼聰明的角色 對你來說有沒有什麼樣的難度嗎 有沒有什麼樣的難度 是不是 其實我平常比較笨一點 你知道扮演這個有點難 沒有啦 我就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這個劇種跟這個劇本 我覺得很特別 以前都沒有嘗試過 所以可以參與這次的演出 真的很開心 然後也演得很過癮 因為我裡面 也算是有一人分是兩角 那我覺得兩角到還好 可能就是有一場戲 我必須要 在同一個晉位有兩個出現的時候 我要一直換衣服 因為他晉位不能動 所以我有一場戲 可能來回換了五六遍重複的衣服 但我覺得這都還好 但我覺得最困難的 真的就是 從2045跟2015的兩個時空 對 那兩個時空 我可能同時會面對到同一個角色 但是他是完全不同的人 我覺得這是滿有趣的 而且在未來的那個角色裡面 你飾演的是一個 沒有談過戀愛的人耶 對 因為那2045年 已經不流行戀戀愛了 直接拿基因去配對 然後怎麼樣配度最好的 自己可以選擇 好像是菜單一樣可以選擇 那我還是回到2045好了 那兩位女主角呢 對於這個又為這個角色 她在那麼認真的詮釋下 你沒有看到她什麼樣的努力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玉芬 就是她在排戲的時候 是不是特別認真 或者是對於什麼樣的詮釋 你覺得她很優秀的地方 嗯 我覺得 她很優秀的地方應該是 她可以直接 講不出來 在現場 看本這件事情 記憶力很好是不是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就是 我可能會在家裡看個大概 然後 但她的個性 我們有聊過怎麼樣 就演戲的心情 她就在家裡會背得很熟很熟 那種東西 我會把對方都背下來 然後她來就現場就會指責我 欸你怎麼都沒有被指啊 我說 我們現在不是在背嗎 我們在裏詞啊 然後等一下我裏好 我就記下來了 打打鬧鬧 讓整個拍戲的過程 其實我也後來也有回到2045 我不是回去啦 我本來就是2045的人 她對戲的時候 我覺得她真的把那種 老的那種感覺跟講話的語氣啊 跟整個神情都演出來 我是滿驚訝的 哇 這麼年輕的人可以是演這麼多年齡的變化 對不對 其實玉芬在裡面也有很多角色的扮演 對不對 你要為了要當狗仔 對不對 變裝 變得最過癮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記得哪一場戲 對 可能要演很老啊 那有最慘的 有最慘的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要演一個媽媽 媽媽 同樣兩個都是要扮老的角色是不是 對 但我跟媽媽有點搞笑的媽媽 就是 台灣國語嗎 呃 就是假髮滿假的 哦 所以 出道以來可能尺度比較開的一次 對 算邪心的角色 你融入在這個角色當中嗎 有 那時候看到我要演媽媽 為了去竊取 可能藝人的一些真相 他們的資料這樣 所以我要 對 對 然後我要 有點搞笑 幽默這樣 哇 他蠻放得開的 在裡面 不要看他這麼漂亮 其實要融入角色的話 他其實做了很多功課對不對 我們趕快用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舞台上 這麼認真又敬業的藝人好嗎